这个我个人不是很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会羡慕这种三班岛的工作 这个小童真的是戏之中又带了点豪放 也要允许有学问的人他做一个普通人 仰望天空45度 没有在哭是在找灵感 如果是宋慧宗本人看了的话 估计不会很高兴 有点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的感觉 这卷画是传为宋慧宗所画的十八学士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 那么画中的主要人物呢 是唐代的秦府十八学士 画的是他们聚会的场景 然而呢 实际上十八学士可能没有画中这么潇洒 这话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十八学士是干什么的 那么秦府十八学士 就是秦王府的十八位学士 这里的秦王呢 指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那么武德元年 六一八年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登基 那么二十一岁的李世民呢 就被封为了秦王 过了三年 武德四年 六二一年 李世民被允许在自己的秦王府开设文学馆 那么他就招了十八位学士 那么表面上呢 这十八个人啊 是文学馆的学士 而实际上呢 他们的主要职责呢 是为李世民出谋划策 相当于李世民的智库 那么这十八个人是怎么工作的呢 李世民将这十八个人分为三组 实行三班倒 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 为的是在他忙完事务的闲暇 想要找学士讨论讨论 或者想要资论的时候呢 能马上找到人 后来呢 即使李世民当上了皇帝啊 这个工作模式还一直保留着 所以说要不能出现贞观之质呢 李世民真的实在是太拼了 那么虽然说是秦府十八学士 但实际上呢 有十九个人曾经录选过秦府十八学士 那么其中的 有一个叫做薛寿的人啊 他只当了三四年十八学士 在武德七年六二四年去世 也就是武德四年六二一年当上十八学士 武德七年六二四年就去世了 那么随后呢 一个叫做刘孝孙的人啊 替补陆选 那么又过了两年 到了武德九年六二六年 李世民登记为敌啊 那么为了表彰十八学士辅佐他登记的这个功绩呢 李世民就命令当时特别擅长画人像的严厉本啊 为他们画像 那么很遗憾 早两年去世的这个薛寿啊 没能等到这一天 所以说呢 当时的这个十八学士图中啊 是没有薛寿的画像的 这一点很重要啊 后面还会说到 那么相传到了宋代 严厉本画的这个十八学士图啊 被宋徽宗的儿子啊 宋清宗 送给了自己的太子 詹氏 李诗啊 诗歌的诗 那么李诗担任太子詹氏啊 是什么时候呢 那么据学者考证 是在正和八年到宣和七年之间 1117年到1125年之间 所以呢 宋清宗刺画给李诗这个行为呢 应该发生在这九年之间 那么这个时候的宋清宗呢 还是太子 刚刚也说过啊 严厉本的十八学士图啊 是唐太宗李世民 为了嘉奖十八学士 在他自己还是王爷的时候 在他自己还是秦王的时候啊 尽心辅佐他啊 助他登基 所以登基之后呢 就命人制作了这样一幅画 那么因此呢 还是太子的这个宋清宗啊 将这卷画送给自己的太子詹氏 李诗啊 其中的意思呢 就不言而喻了 就是感谢啊 并且希望他能辅佐自己登基 那么严厉本画的这个十八学士图 究竟是怎么样一幅画呢 从唐代的文献资料可以知道 就是每个学士的人像 配上名字 官衔和籍贯 然后呢 再配上十八学士之一的一个叫做 楚亮的人写的这个赞文 那么现在台北故宫藏有一卷 传为严厉本画的十八学士图 那么画的就是 十八位学士的这个立身像啊 就是站着的人像 然后配上名字 官衔和赞文 但是没有籍贯啊 赞文呢 也不是楚亮写的 而说是另一位十八学士 于智宁写的 因此呢 这个台北故宫的这卷十八学士图啊 只能说是 比较还原当时严厉本画的 十八学士图的样子啊 那么从宋代呢 其实还出现了 另一个版本的十八学士图 又被称为十八学士登迎周图 那么这期讲的这个十八学士图呢 其实更准确的名字呢 应该是十八学士登迎周图啊 那么这个版本的十八学士图呢 脱离了原来那种啊 工程的画像范式啊 就是不是每个人这样 站着的那种立项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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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这样画下去 而是把十八学士 编排进了各种文语活动之中啊 比如清晰书画啊 或者是游山玩水等等 那么从后世的诗文 我们还可以得知啊 宋清宗曾经临摹过 十八学士登迎周图 那么十八学士登迎周图的 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呢 十八学士和迎周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据旧唐书说 当时唐代的读书人 都十分羡慕十八学士 羡慕什么呢 羡慕他们得到了李世民的重用 说他们简直是登迎周啊 这个我个人不是很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会羡慕这种 三班岛的工作啊 那么登迎周的这个迎呢 是秦始皇迎镇的迎 再加上三点水 迎周是传说中位于东海的仙山 那么登迎周就是比喻世人 也就是读书人得到荣宠 如登仙界一般啊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很好的身体素质的话 这个找个三班岛的工作啊 那肯定是连走路都飘啊 是有一种快呈现了的感觉 那么在宋代出现的这个十八学士登迎周图中 其中一个版本的细节呢 被宋代一个叫做红氏的人 详细地记录下来了 红水的红 是和的是啊 红氏 这个他记录的内容呢 非常接近于我们这期讲的 传为宋徽宗所做的十八学士图的内容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 这句原话到底画了什么 那么我们来参照南宋红氏的记录 来看一看这句原话 那么先蹭一个过去的热点啊 十八学士图中有一个山东自博人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哪个人啊 在这个人的周围呢 有一些看上去非常像烤串的 非常像烤肉串的这个串的东西啊 那么首先在眷手画的是 一群正在河边休息的侍从们 和他们的主人的马 其中一匹白马的马鞍上呢 铺着带有三爪龙的毯子 就是这个龙啊 它的爪子是三个指头的 这个三爪龙图案就厉害了 这是官员专用的图案 那么由此可知这群侍从们的主人中啊 有官员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啊 卷手呢还画着一个正在踢剑子的小童 而剑子呢没有被画出来 这个细节也说明啊 这卷画肯定不是这个版本的十八学士图中最早的那幅画 不然的话有踢剑子的人肯定有剑子啊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是这位画家忘记画剑子了 那么另一种可能是这位画家参照的那个版本上 他根本就没有剑子啊 那么无论是哪种可能啊 这卷画的画家啊 他都没有非常好的理解自己究竟在画些什么东西啊 不然肯定会画上剑子啊 那么在这群卷手的这个侍从的不远处呢 出现了画中的第一位十八学士 他站在一座被竹子和围栏围起来的园林门口啊 后面呢还跟着两个侍从 这个人呢据红氏的记录呢就是于智宁 他是雍州高龄人啊 就是现在的山西高龄人 出身官宦世家 晚年呢被同事十八学士的一个叫做徐靖宗的人诬陷 惨遭罢免降职 那么画中的于智宁呢 他低着头 看着拴在自己腰上的这个红色的腰带啊 正在系腰带 似乎是刚刚从宴会离开 正打算回家 那么进入园林呢 首先可以看到一个人啊 他是坐在柳树下的石墩上 这个人呢就是于世男 他是越州渔妖 就是浙江渔妖人 也出身于官宦世家 年少时呢 他曾经跟着王羲之的七世孙 赤永和尚学习书法 是唐代的书法大家 后来呢还被唐太宗分为林燕阁二十四功臣 政治上也大有作为 那么画中的于世男呢 右手搭放在腿上 左手呢撑在身侧 回头看 那么在这个他看的方向的不远处呢 站着一个侍从 似乎正在向他报告着什么 那么于世男的身旁呢 还站着两个小童 其中一个呢拿着手巾和茶水啊 似乎是要服侍他喝醉酒的主人 喝点茶 先行酒 那么在于世男身侧的柳树旁呢 站着一个人 左手拿着书卷 右手抓着树上的柳条 非常悠闲地靠在柳树上 而他呢也看向那个来报告事情的随从 这个人呢就是颜向石 颜值的颜 相当的相 时间的是颜向石 他是雍州万年人 就是陕西西安人 出身官患世家 据说多病啊 唐太宗呢经常赐药给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职业班啊 所以身体不太好啊 那么在这群人的不远处啊 有一个人正在伸懒腰 那这个人呢 就是刚刚提到过的徐靖宗啊 徐仙的徐 曾靖的靖啊 宗祖宗的宗 徐靖宗 那么他是杭州新城人 就是这家杭州人 据说在十八学时中 是最年轻的人 后来呢 因为支持武则天为后啊 然后他的官运就非常亨通啊 但是呢 他到后面啊 就不仅将反对立后的 这个除岁良放逐 还误陷这个中立的于智宁啊 除岁良的父亲楚亮 和于智宁一样啊 都是十八学士 也就是与徐靖宗 有过革命友情的同事啊 然后令人非常唏嘘的是啊 在画中 这个徐靖宗的身旁啊 这位学士呢 就是楚亮 不知道是不是画家 故意怎么安排的 那么楚亮呢 是杭州前唐人 这家杭州人啊 出生官宦世家 儿子楚岁良呢 是书法大家 另外讲一个小知识啊 楚岁良的书法风格呢 影响了这个 薛迹和薛耀两兄弟 而据说宋徽宗年少时 曾经受过这个 于言于逸的影响 学过薛迹的书法 关于宋徽宗的书法 我们上期讲过啊 然后在这个画中的 这个楚亮呢 他坐在凳子上啊 拿着笔在写字 一个侍从的 为他摊开纸券 一个小童呢 左手拿着雁台 右手呢 拿着一支笔 正在这个填笔头 似乎是因为没有水啊 来润湿笔头啊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小童真的是 细致中又带了点 这个豪放啊 那么后面隔着一条曲折的小溪呢 有一个人啊 醉的都要靠师从扶着 才能站住啊 这个人叫做苏氏长啊 世界的诗 长短的长啊 苏氏长 雍州武工人啊 陕西武工人 也出生于关怀世家 山于辩论 性格呢 非常简单 帅真啊 没有架子 唯一的爱好就是 喜欢喝点小酒 那么从画中他的形象也能看出来啊 苏氏长啊 醉的衣服都散开了啊 露出了右肩和胸腹啊 那么在苏氏长身后的不远处有四个小童和一个侍从 那么主要可以分为两组啊 一组是在备酒的 一组呢 是在备茶的 备酒的这边呢 小童呢 正用抹布正在打扫桌面 侍从呢 则端着空着的盘子站在一旁啊 所以说呢 这个备酒的工作呢 似乎已经接近尾声了 而备茶的那边呢 桌上摆满了茶具啊 炉子上呢 还正烧着水 一个小童呢 正在往茶具里加茶 另一个小童呢 似乎在等着接过茶具啊 然后去上茶 那么在他们的旁边呢 还坐着一个小童 正在非常悠闲地喝茶 有可能是刚刚完成备酒的工作 在休息 那么在这一群人的 不远处的角落里啊 有一个人正靠着栏杆在看鹅 没错啊 是鹅啊 这个人呢 是刘孝孙 孝孙的孝 孙子的孙 刘孝孙 荆州人啊 湖北荆州人啊 就是那个最后被选入十八学时的人 那么他为什么在看鹅呢 具体原因啊 不清楚啊 感觉是在模仿王羲之看鹅啊 不知道能不能看出点什么书法的真谛啊 也有可能只是喝醉了 刚好旁边有鹅啊 那么在刘孝孙的身后呢 隔着一扇屏风啊 就是宴会的主会场了 那么角落里呢 坐着六个乐师啊 他们坐在地上席地奏乐 那么前面三个人拿着的是弹奏乐器啊 有琴啊 琵琶还有空喉 后面的三个人呢 拿着的是吹奏乐器啊 有霄啊 卢笙啊 还有笛子 嗯 感觉上呢 是少了点打击乐器啊 要是再加点打击乐器啊 就非常完美了 那么宴会的会场的中央呢 摆着一个超级大的大方桌 周围呢 放了十一个凳子 也就是可以坐十一个人 然后呢 放了十一套酒杯和甚至小时的盘子 还有筷子和勺子等 而实际上呢 这张方桌的周围呢 只坐了八个学士模样的人啊 其中有几张凳子啊 没有人坐 应该是有人离席了 说明这个宴会啊 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那么在桌子中央呢 放着各种水果啊 有葡萄啊 梨 脸盆 梨子 桃子 还有石榴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花形的 像金属做的这种装饰啊 那么从摆放的这些水果来看啊 我们可以推测 画中的季节呢 大概是夏末秋初啊 这个时候啊 天气开始凉爽了 非常适合大家出来搞团建啊 那么围坐在这张方桌的人 他们在干些什么呢 有的人的侍从呢 正上前在他耳边说着什么 这个人呢 是苏絮啊 这个絮要怎么写呢 是帽出来的帽 再加上一个利 利起的利 苏絮啊 这个絮是勉利的意思啊 他是雍州武功人啊 陕西武功人 那么与同位十八学士的这个苏氏常呢 是同乡 这个苏絮呢 他娶了唐太宗的妹妹 南昌公主啊 是唐太宗的妹夫 那么坐在苏絮的旁边的这个人呢 正拱手对着他 对苏絮非常有礼貌 这个人呢 叫做薛元静啊 元宝的元 静意的静 薛元静 这个人呢 是蒲州冯英人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万荣人 曾经呢 他是李世民的济世啊 济世也就相当于秘书啊 也因此呢 被这个同为十八学士的杜如慧啊 称为小济世啊 小济世小济世啊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昵称啊 说明呢 他非常受前辈的喜爱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人 左手拿着酒杯啊 是个左撇子 身后呢 跟着一个打节拍的侍从 这个人呢 是李守宿啊 守住的守宿 吃宿的宿 李守宿 他是赵州人啊 是河北石家庄人啊 那么也是官方石家 擅长的是普蝶学 普蝶学啊 就是非常了解各种家谱和祖谱 当时的人呢 管李守宿啊 叫他肉谱啊 人肉的肉啊 谱是家谱的谱 就是人肉普蝶的意思啊 说明李守宿 简直是一个家谱 族谱的这个数据库啊 那么坐在李守宿的旁边的人呢 正在回头看着他 这个人呢 是姚思莲 思考的思青莲的莲 他是雍州万年人 陕西西安人 与同为十八学士的 这个刚才说过的 这个延乡时是老乡 那么延乡时就是刚刚介绍过 那个靠着柳树的人啊 那么姚思莲 他的主要功绩呢是编撰了二十四史中的这个梁书和陈书啊 是一个史学家 然后呢 还有一个带着小罐的人啊 他呢正要接下童子递来的这个酒杯 这个人叫做盖文达 盖字盖 文章的文 发达达 盖文达 他是冀州信都人啊 河北季县人 据说性格呢是方正分雅 是唐代大卢 大卢也就是有学问 而且品德高尚的人 这个评价非常高 通常我们认为有学问的人啊 他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啊 其实不一定啊 道德斑坏的知识分子啊 有非常多 这个我就不举例了 当然同时啊 我们不能要求啊 有学问的人 他就一定要品德高尚啊 也要允许有学问的人 他做一个普通人啊 那么坐在盖文达旁边的呢 是一个带福尽的人 他醉得非常厉害啊 双手撑在大腿上 似乎是就这样睡着了 但是他的酒品非常好 没有打扰别人 安安静静的 很可爱 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呢 是李元道啊 也叫李玄道 然后他的祖籍呢 是龙溪郡啊 也就是甘肃 但是世代呢 居住在河南郑州啊 也是出生于官方世家 然后这个同位十八学士的 房玄林 是他的表外申 但是这两个人啊 年龄相仿 只是这个李元道的辈份啊 比房玄林要高很多 那么还有一个人呢 正转头喝下桶子 滴上来的这个茶水啊 这个人叫做陆德明啊 他是苏州无限人啊 江苏苏州啊 出生官话世家 是当时有名的卢学家 也是十八学士中啊 据说是最年长的人啊 但是我看这个画中啊 看上去还挺年轻的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人啊 他身份不明啊 在红室的这个记录中啊 没有关于他的这个描述啊 他是一个人坐在桌子的一侧 看上去像是举行这场宴会的主人啊 那么再往后看啊 不远处啊 有一个竹丛 竹丛中呢 有一个身着道袍的人 他倚靠着一棵这个歪脖子树啊 只是靠着啊 没有要干什么啊 这个人呢 是房玄灵 他是齐州灵资人啊 就是山东自博人啊 你有没有猜到呢 这个房玄灵呢 他擅长书法啊 出生官话世家 后来还被唐太宗分为 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啊 这个林燕阁二十四功臣啊 刚刚也提到过啊 他这个二十四功臣之中啊 有三个啊 曾经是十八学士的人啊 就是房玄灵 还有之前看过的这个 坐在柳树下的于世南 还有一个是最后出现的杜如慧 这三个人啊 既是林燕阁的二十四功臣 又是十八学士啊 然后画中呢 有一个人正在与房玄灵交谈 他靠着一根竹杖啊 这个人叫做蔡允公 允许的允公敬的公 蔡允公 荆州江陵人啊 互贝荆州啊 出生于官方世家 然后擅长做师 据说长得很帅啊 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一下 这画中好像也画得不是那么帅啊 他们两人的身后呢 有三只仙鹤 这个仙鹤的出现呢 其实就是为了点个题啊 就是十八学士登荧州啊 说明这个十八学士 所在的这个地方啊 如仙境一般啊 有仙鹤出现 那么在不远处啊 有一个人拱着手 仰望天空四十五度啊 没有在哭啊 是在找灵感 这个人是孔颖达 隐是脱颖而出的隐达 是发达的达 孔颖达 那么冀州恒水人 湖北恒水人 出生官话世家 孔颖达 姓孔啊 一听就非常不一般了啊 他是孔子的三十二代孙 是金学达家 这个金学是什么呢 就是他对他祖先的 这个儒家经典啊 非常有研究 金学达家 那么最后呢 就是在一旁角落的 这个芭蕉树旁 有一个人站着啊 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侍从 然后这个学士呢 是杜如慧啊 金兆杜林人 陈西西安人啊 出生官方世家 刚刚也说过 后来被唐太宗分为 林燕阁二十四功臣啊 是唐太宗比较重要的大臣之一 那么以上呢 就是画中的十八位学士的介绍了 刚刚听下来 大家也可以知道 他们的籍贯不一啊 大疆南北都有啊 然后呢 他们要么是道德高尚 要么是满腹经伦 要么是游勇勇蒙 都是各有特色 然后共同点呢 是大多都是这个官宦世家的子弟啊 但是呢 他们在被选为十八学士的时候啊 这个近况啊 并不是十分好 有些人呢 经过连年的征战和王朝的更替啊 其实呢 早已夹到中落 有些人呢 只是在文化领域啊 享有盛民啊 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大作为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李世民将他们收入府中啊 以礼相待啊 所以他们对李世民啊 是非常忠心啊 尽忠职守啊 三班倒的工作啊 一干就是好几年啊 那么之前也提过啊 我们之所以能从这卷画中辨认出啊 这个画中的十八学士啊 谁是谁 是因为啊 南宋有一个叫做红氏的人 那么红氏在他的文集 盘州文集中 有一篇拔灯营图的文章 详细地记录了 当时他看到的一幅 十八学士灯营州图 那么其中的人物细节啊 与这卷画上的啊 差不多 之所以说差不多啊 就是说明还有 还有差了一点的地方啊 那么这卷画呢 与南宋的文字记录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这个苏市长呢 没有出现在卷首啊 而是出现在啊 中段附近这样 然后画中的这个鹅啊 和这个鸟 这个笋的数量啊 也不符 然后没有画出在地上打滚的马 然后踢尖子的小童呢 没有被画在驴的前面啊 等等啊 有很多细节都不一样 那么说明啊 这卷画与南宋红氏看到的那幅啊 灯营图还是有差别的 那么目前呢 这卷画呢 被认定为明代的画 那么这卷明代的画 又是怎么跟宋徽宗扯上关系的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卷末就有传为宋徽宗和蔡金的提示啊 但是仔细分析的话 就会发现其中有破绽 要是真的是宋徽宗或者蔡金的话 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写啊 那么第一首提诗啊 是传为宋徽宗所作 那么用的是宋徽宗标志性的字体啊 寿经体 这个诗的内容是啊 有唐智智永康仔 辟管灯言经济才 拥盼欲嫌今日盛 慧真无负引高来 具体意思啊就是 有唐智智永康仔啊 唐朝国泰民安 人人歌颂太平 辟管灯言经济才 唐太宗李世民呢 开辟了这个文学馆 严请了很多有志之士 拥盼欲嫌今日盛啊 学校培养的人才在今日达到了鼎盛 为慧真无负引高来啊 就是我们现在呢 禁用贤者啊 让他们不需要再隐居这个草野了 那么这首诗夸的就是 唐太宗李世民开辟文学馆 积极言请有志之士的这个诗迹 那么第一首提示的后面 紧跟着的是传为宋徽宗提写的 十八学士的名单 非常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他把这个苏旭的名字啊 写成了苏勉 勉勵的勉 然后呢还出现了薛收的名字 却没有刘孝孙的名字 那么开头我们也提到过 薛收只当了三四年的这个十八学士啊 在武德七年就去世了 随后呢这个刘孝孙啊 他就替补入学了 两年后呢 严厉本才画了十八学士图 也就是说没有画薛收的像 那么与这卷画相近的南宋记录啊 这个红式的记录中啊 也没有薛收的名字 只提到了刘孝孙在看俄 因此呢只能说啊 这卷画的画家 对十八学士啊 有点点了解啊 但是又了解的不是很多 那么在十八学士的名单后面 紧跟着的是 传为宋徽宗提写的第二首诗啊 如临华国古金铜 银勇飞豪醉醒中 多事坐心之路够 画图游喜见文雄 大观物子碎啊 也就是大观二年 1108年玉笔 那么这首诗呢 实际上是宋徽宗在另一幅画 文绘图上的提示 然后呢被抄到了这卷画上 以后呢会讲到文绘图啊 先不要着急 那么这首诗的具体意思呢 就是 如临华国古金铜 就是儒家学者们光耀国家这件事啊 古金都一样 银勇飞豪醒醉中 就是他们银诗作对 作画写字 酒醉酒醒 多事坐心之路够 就是众多的显示 受到了赶召为我所用 画图游喜见文雄 我呢也像唐太宗一样 特别喜欢为文雄们画像 那么这首诗表达的是 宋徽宗同这个唐太宗李世民一样 他也希望人才汇集为他所用 而且他会好好地善待这些人才们 所以这卷画中的第一首诗啊 说了唐太宗昭贤纳士的事迹 那么第二首抄来的这首诗的意思呢 就是宋徽宗也有这个意愿 那么在历史上 宋徽宗也的确曾经这么做过 他在崇宁三年六月 就是1104年六月的时候 曾经命人为功臣们画像 当然这种事情啊 不是只有宋徽宗这么做过 他的父亲宋神宗 还有哥哥宋哲宗啊等等啊 都曾经命人为功臣们画过像 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啊 这个宋徽宗在前一年的 崇宁二年下诏撤毁了 元佑功臣的肖像 也就是撤下了保守派的功臣画像 那么在次年啊 命人画了西宁和元芬两朝的功臣画像 也就是换上了激进派的 这个功臣的画像 也就是在这几年啊 宋徽宗和激进派的这个蔡金啊 一起啊非常高强度地打压了 这个保守派的元佑党人 那么所以说啊 帝王为功臣画像啊 不仅仅是画像 或者是表彰功臣的功绩这么简单啊 更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那么在宋徽宗的提示之后啊 是传为蔡金写的拔文 也就是说画家是用蔡金的口吻 来为这卷画写的拔文啊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模仿蔡金的口吻的 他用蔡金的口吻先说啊 唐太宗得到了杜鲁慧 房玄陵等十八学士的辅佐 然后我呢研究了他们的作为啊 都没有以鼓为剑 确立为正之道 然而呢 最终使他们的君王获得了天下太平啊 这是因为唐朝刚好在大乱之后啊 非常容易治理 所以事半功倍 还说啊 房玄陵杜鲁慧这些人啊 学习的不是姚顺鱼这三代的做法 而是秦汉啊 这些浅薄低贱的做法 这使得唐太宗在科举制度和礼乐制度 这些方面啊 没有功绩 为此呢 后来的学者们啊 没有不感到叹息的 如今啊 距离唐代已经过了五百多年了 皇帝陛下就是以蔡金的口吻说 宋徽宗啊 皇帝陛下天生睿智 可比三代圣君啊 就是可比姚顺鱼啊 宋徽宗恢复相聚理选治理作业 功绩呢 是完全超越了汉唐 却仍然感慨缅怀十八学士 为他们提诗作画啊 还写下了诗句啊 可见皇帝陛下求贤若渴的心情啊 如此的话 必然上行下效啊 一定会如陛下所愿 这些唐代的十八学士啊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啊 我们的人才啊 比他们更好 那么这段拔文呢 以蔡金的身份啊 指出啊 十八学士只是乱世英雄啊 没有什么能力 尤其是没有帮助唐代宗建立 科举和礼乐制度 不值得一提 那么接着说啊 宋徽宗召集 他恢复相聚理选 治理作业 功绩呢 已经完全超过了汉唐 那么最后说啊 皇帝陛下求贤若渴的愿望 一定能实现 没有必要太羡慕 唐代宗有十八学士 那么说到这个 恢复相聚理选 治理作业啊 那么宋徽宗的的确 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 恢复了相聚理选啊 这里呢 其实是有蔡金的功劳的 那么在崇宁元年8月22日 刚刚上任宰相的这个蔡金呢 就提议实施三舍考选法 简单说就是从官方的学校中 选人才来当官 那么此后呢 蔡金呢 一直在努力要实施这个 天下三舍法 就是将宋徽宗的父亲 神宗朝的这个三舍法 扩大到周学啊 将地方的这个周县学啊 与中央的这个太学 置于统一的学制啊 然后形成从县学升到周学 周学再升到中央的太学 最后呢从这个中央的太学中 选取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来当官 差不多可以说是恢复了相聚理选了 那么在大官制正合年间啊 虽然有部分人还是通过科举上来的 但是这个曲势呢 差不多以这个从官方学校升上来的人为主了 那么这篇拔文用蔡金的口吻说 宋徽宗恢复相举理选 其实给人一种这个蔡金在自骂一自夸的感觉啊 有点不太谦虚啊 但是又比较符合大家对这个被定义为 奸臣的蔡金的想象 但是呢说到这个宋徽宗恢复治理作乐啊 这个其实就有点问题了 因为呢啊 宋徽宗和蔡金啊 对这个理悦制度的看法有点 完全不太一样啊 简单说就是 蔡金他主张的是君权天授啊 天子替上天来统治人间啊 是那种理悦制度 而宋徽宗呢 他想要建立的是一种 这个天子啊 是上天的儿子啊 是天神的儿子的那种理悦制度啊 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两个人呢 还暗地里争来争去啊 蔡金呢 曾经鼓动地方百姓啊 让这个地方官发动百姓啊 就是游行啊 宋徽宗举行这个风扇仪式 而宋徽宗呢 他自己是走那个道教那一派的啊 说自己是道教某个神的这个儿子 所以说啊 这里用蔡金的口吻啊 来夸宋徽宗恢复治理作乐啊 其实是有点挑衅的感觉的啊 如果是宋徽宗本人看了的话 估计不会很高兴啊 有点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的感觉 所以说这篇以蔡金为口吻的 写的这个拔文呢 对蔡金和孙徽宗的事情啊 是有点了解 有点点了解 但是又了解的不是很多 那么然后呢 这篇传为蔡金的拔文的落款啊 是大关根吟记春旺 太师鲁国公成经锦记 也就是这个画家的设定呢 是在大关四年1110年的春天 时任太师鲁国公的蔡金 在宋徽宗提示的两年后 写下了这篇拔文啊 画家的设定是这样的 那么实际上呢 蔡金在大关二年被封为太师 然后一年后的大关三年 1109年被封为楚国公 在正和12年 就是112年 才被尽封为儒国公 也就是如果这篇拔文 是在大关四年写的话 就是还没到112年 蔡金呢 是不可能用上这个儒国公的称号的 最多是用楚国公 所以说呢 这篇拔文呢 也不可能是蔡金本人撰写的 这个bug有点大 还是刚刚的那句话啊 伪造这篇拔文的人呢 可以说对蔡金 有那么一点点了解 但是又了解的不是很多 那么后来的人们是如何看待 这卷明代伪造的宋徽宗十八雪市图的呢 我们来看看乾隆的看法 在乾隆四十八年 1783年 乾隆在卷首的银首部分 提起了一段长文 他认为这卷 宋徽宗画的十八雪市登银周图 是所有现存的作品中 最好的一幅 实际上现在跟这卷画差不多的明代作品啊 其实也有很多 而这卷画也确实是最好的 乾隆的眼光还是可以的 只是他不是宋徽宗画的 乾隆还认为啊 这个杜如慧和房玄陵啊 篡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杀死了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啊 这件事情啊非常不可取 那么幸好啊 后来李世民继位了 没有造成大乱啊 不然的话乾隆认为 他们很有可能造成李世民国破家王 那么乾隆呢 是站在帝王的角度 来看待李世民和他的十八雪市啊 他持的是批评的态度 那么然后呢 乾隆还批评画中蔡金的拔文 说他是在拍宋徽宗的马屁 当时金兵将要进犯啊 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啊 宋徽宗和蔡金这两个军臣啊 还能自娱自乐歌功颂得毫无紧迫感 最终你看还不是啊 国破家王啊 真是最大谬集啊 那么最后呢 乾隆总结说啊 将十八雪市登荧州知识 分为佳化 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啊 据学者考证 乾隆对于十八雪市图的看法 其实经历了好几次转变 刚刚开始的时候 跟我们这种一般人一样 乾隆也认为十八雪市是榜样 想要自己的臣子们 以十八雪市为楷模 尽心尽力为自己出谋划策 那么后来呢 乾隆的想法开始发生了转变啊 他告诫自己手下的臣子们 不要像十八雪市一样真名夺利啊 导致玄武门之变这种同胞兄弟 自相残杀的这种悲剧啊 你们要反省一下 再后来呢 乾隆看着十八雪市登荧州图中啊 这个十八雪市啊 请其书画或者饮酒作乐的样子啊 是越看越不顺眼啊 就提醒臣子们啊 虽然国家为人才提供了 优越的环境和待遇啊 但是不要像十八雪市图中的 这个雪市一样啊 脱离世间百姓啊 那么以上这种 乾隆对于十八雪市的想法的这个转变呢 其实都能与这个乾隆相关的画作中解读出来啊 那么以后啊 我们讲到乾隆相关的画作的时候 我们再具体说啊 那么这卷传为宋徽宗所画的 明代的十八雪市图呢 就先看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了